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啟動訪日行 但看看她的表情似乎還沒睡醒 發現丈夫黃神 陳貝琪趕快接話 不過細看她身穿一身紅 裙子還有碎花點綴 根本是度假風格 因為這一次是她首次陪柯文哲出訪 是台灣在亞洲最重要的蒙幫 而且兩國先把往來密切 讓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但另外目的就是讓日本也更了解台灣的狀況 一下飛機柯文哲立刻飛奔東京媽祖廟 廟董事詹德勳也提前迎接 但訪日首站瞄準這裡別有用意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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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柯文哲一起喊凍蒜 但實際上他是信賴台灣之友會的顧問 此行巴裝意味濃厚 我們在國外 我們是任何一位候選人來的時候 我們都支持 投票那天才知道 柯文哲行程沒停過 下一站與各大日本台商協會 以及喬務委員會進行蜿蜿交流 讓柯文哲拿到麥克風了 也講不完 你是Youtube看齁 你絕對找不到其他總統候選人 有那種一小時的演講 找不到很少 柯文哲的非常多 對我來講 我差不多就是在完成講 為什麼一百年前沒有完成的命 我們是到處去演講 也是蠻想看 那他會來選擇 他會有什麼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在 這次小胞都很想理解這個部分 那因為對於日本 台灣關係非常的重要 所以也希望 柯主席對於日本 他是怎麼樣的看法 挑戰打破藍綠困境 柯文哲此行 也將訪問跨黨派政要 以及前首相野田佳彥 爭取日本海內外最大認同 記者彭彥德 蔡品宏 日本財網報導